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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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 在這個part我們介紹 脉充不變法 脉充不變法 那脉充不變法呢 基本上 它的設計方式 是從 將類比的IR-粒波系 透過取樣來得到 那我們知道 我們在取樣的時候 就是把我們這個HA 把這個T換成NT 就可以定義成我們的 數位鋁波器 那回想一下 我們之前有學過 假設透過取樣之後 它的負列轉換 就是會有這樣的式子 這個HA就代表它類比的 負列轉換 會得到這樣的式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頻譜上 假設原本 類比 這頻譜是這樣子 它是它的頻寬嘛 那如果透過取樣的時候 我們的 數位取樣完之後 它的頻譜響應 就會把這個東西 重複嘛 我們在之前的單元有學過 這是很重要的概念 如果你的取樣頻率不夠的時候 會導致怎麼樣 這邊會有混跌的情況 所以在之前我們提到取樣定理的由來 就是我們知道說 為了避免混跌 我們要取樣頻率要夠大 往這邊拉 它才會怎麼樣 才不會混跌 因為我們知道DTFT的時候 它每次重複會怎麼樣 這邊是一個FS的時候 取樣頻率會重複嘛 所以基本上 因為會有重複的概念 所以如果這邊取樣頻率不夠大的時候 這邊就會造成aliasing 導致你在還原回去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得到你要的類比訊號 因為它頻譜已經失真了 好 那脈衝不變法 主要是將我們的類比的數位濾波器 類比的濾波器做取樣 如果取樣頻率不夠的時候 就像我剛才提到 會造成頻率的混跌 aliasing 那更進一步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用脈衝不變法 來將類比的IR濾波器 設計成數位的IR濾波器的時候 它會造成怎樣的結果 它會造成它不適用來 不適用設計高通數位濾波器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知道高通濾波器代表說 你在高頻的時候 訊號也要通過 所以它的頻寬到高頻的時候都有值 那等於說你的取樣頻率要多少 要無窮大嗎 當然不可能 所以基本上 它就不適合來試用 來設計高通的濾波器 好 那我們來看 這個方法 它S跟Z平面的對應關係 同樣的我們要知道 剛才我們之前所提到那樣的概念 假設我們知道 在類比濾波器它的方程式是這樣子 那我們從這方程式看到說 CK是它的係數嘛 然後PK就是這個系統的極點 因為在分母部分 這是在S domain 在類比的部分 那我們透過我們的取樣完之後 我們希望來看到 我們的Z轉換的式子 跟我們PK 這個極點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們知道說 我們要求這個 HA of T的時候 就是把它怎麼樣 HA of S做 inverse Laplace 把它做inverse Laplace之後 我們就可以得到 它這時間的 title面的訊號 就代表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數位設計的方式 就是對 T來做取樣 把T換成NT 所以我們剛才知道 剛才如果進過 inverse Laplace之後 我們再把取樣之後 我們就可以得到 數位的訊號 就是這個式子 把T換成NT 然後把這個 H of N 做Z轉換 因為我們現在要知道 S平面跟Z平面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先做inverse Laplace 得到HA of T 再取樣 就是把得到H of N 然後再對H of N 做Z轉換 就得到H of Z 好 就可以得到這個式子 然後把這個H of N 帶進來 我們就可以發現 做 把它帶進來 得到這個式子 接下來我們可以做一個整理 好 做什麼整理呢 我們把 N 提出來 所以 N裡面有什麼 這一項乘這一項 同時我們這邊做個 係數的 這個Sigma符號的對調 好 這時候發現到說 裡面這個加法 是一個無窮等比級數的和 公比是這個 好 所以這個式子 得到的結果就是怎麼樣 無窮等比級數的和 就是這個值 然後把這個值 放進去 放到這一項裡面來 就可以得到 它Z轉換的結果是什麼 所以 H of Z 基本上 把它換進去之後 就得到 你看 CK 乘上剛才這個值嘛 前面有一個 這個東西 好 所以可以很簡單的計算出 H of Z 所以我們知道 HA of S 跟H of Z 我們都可以知道 它們之間的關係 所以從H of Z 我們得到 這個系統的幾點為何 這個值 對不對 它的幾點就是 這個值 這個值 也就是說 我們從剛才的 得到的結果 就知道說 幾點這個值 所以 原本在S斗面 幾點是Pk 那現在在Z斗面的時候 就變成什麼 Esponential Pkt 也就是說 S平面 跟Z平面 之前轉換關係 是滿足什麼 這個式子 有沒有 然後Z等於 Exponential St 因為我們剛才把 Pk 換掉這個 就代表 Z跟S的關係 是這個 剛才Pk 是不是等於S 現在 剛才導到結果 是Z等於E的Pkt 也就是說 Z等於 Exponential St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個東西 當如果在S斗面的時候 它是 這個表示方式 在Z平面是這個 幾點 幾點 幾點坐標的表示 然後你看 然後這個 R Ej Omega 就可以得到 這個東西 好 這兩個比較起來 也就是說 我們從這個 之間的關係 可以看到說 當 Sigma小0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說 當在S平面的時候 Sigma小0的時候 代表 對應到Z平面怎麼樣 是 R是0跟E之間 代表在圓圈內 如果當Sigma大於0的時候 代表在R 大於1 代表在圓圈外 當Sigma 等於0的時候 就是說 虛軸的時候 R就剛好等於1 好 所以 從這樣的方式看到說 這樣的廣換關係 看到說 S 在S平面的左半平面 會對應到什麼 單位圓內 所以虛軸會等於這樣 單位圓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的關係 如果我們知道 Omega是藉一個範圍 我們在DTFT 知道 他們 我們Omega是討論 一個二拍範圍 通常是負拍到拍 所以Omega給二拍F 那F就等於什麼 類比頻率出上 取樣頻率 對不對 就等於OmegaT OmegaT 因為二拍F就是Omega Fs分之一就是T 好 那我們再來看 所以OmegaT 這東西 會為什麼 因為OmegaT 就是Omega 對 這大寫的OmegaT 就是小寫的Omega 所以小寫的Omega 會介於 π跟負拍之間 所以大寫的OmegaT 存在T 就會介於 π跟負拍之間 好 再把T除掉 這代表Omega 會介於這個 也就是說 如果你考量 Omega 在S平面的Omega 大寫的Omega 代表在S平面的頻率 所以當你考量 Omega是在另外一個範圍 不是這個範圍 如果是加 這邊從 負拍到π 這邊從 負三拍到 負拍 再從π到三拍 一直加上去 每次加一個 T T分之二π的範圍 加上去之後 是不是有很多種可能 整理起來 Omega可以介於 這樣的範圍內 那這樣的範圍內 在S平面 對應到Z平面 會是怎麼樣的 我們發現到說 如果在S平面 Omega是介於 那範圍內 如果 因為我們Omega D Omega T 所以Omega T 就等於這個範圍 因為我們知道在 數位的時候 這個小選Omega 這個範圍 都是等於 跟這個範圍一樣 所以代表說 我們在S平面 許多Omega 對應到數位的時候 怎麼樣 都是這一個 都是一樣的Omega 好 所以我們從圖上來看 你在S平面的時候 不同的範圍 我們剛才講 這個範圍 跟這個範圍 跟這個範圍 都對應到什麼 這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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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對應到什麼 這個範圍 跟這個範圍 跟這個範圍 都對應到 這個單位圓裡面 多對一的情況 多對一的情況 隨便看一個例子 用這種方式 來設計阿雅雷波器 同樣的這個式子 我們用剛才的 對話的關係 我們知道它 這關係嘛 所以把這個極點 分別是-0.1 加3J 這兩個極點 分別帶進去 用數學字 帶進去 就可以得到這個關係 所以H of Z 得到這個式子 因為我們用這個 Pk就是它的極點 帶進去就得到H of Z 很快可以得到這個值 這邊直接用這個式子 Pk先把極點找出來 再用這個式子換進去 就可以直接找到 Z轉換的式子 在這個部分 我們介紹了 脈衝不變法 然後脈衝不變法 它轉換關係 也非常簡單 但是我們最後發現到 它是多對一的關係 也就是說從X domain 我們在不同的範圍內 我們都可以對應到 相同的一個 單位圓裡面的範圍 那這樣的範圍 當然是沒有很好 接下來我們介紹了 雙線性轉換 也就是我們常用的方法 那我們趕快來看下去吧 來看看 我們 como來看看 iselc 那我們 我們可做的 你可以 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